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维护自己的主权 或者怎么样去实践自己的主权 在现在还是一团糟 人民还是生活的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我就希望通过这个课程让大家都知道 推翻独裁是一回事 你现在把共产党推翻了 有些人担心推翻了以后又会成为一个什么 新的独裁政权 或者是被什么人截取政权 这主要是人民不知道他有什么权利 你不知道他就没法争取 这个我们会在后面足以讲到的 尤其这个涉及到英国的政治制度 所以我们开始之前 还是先提一下我们这个标语 大家看一看 这是人人生而自由 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然后下面我们目前应该做了几件事 关注了几件事 第一个就是关注董建标 董姚琼和华勇 他们的命运 他们的自由 现在听说董父又被 不是关进来 叫什么 说是失踪了 或者被看守在家里 然后这个破习近平 大家也可以继续做 这个也看不见点 是吧 我怕心意听不清 这个大家可以看 我前面发的那个视频 你在自己家门口 你贴上习近平的照片 如果你住在国外 或者是你住在大城市里面 你也可以写一些英文的 You are not voted by the people You are not my president 你不是我总统 你不是经过人民选举的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深渊独立公会 这个我要提一下 很多人说什么 独立公会是毛左 我们跟他们不合在一起 这是因为这些学生 在学校里面没有受到 这个西方的民主 自由人权的教育 他不知道怎样 去维护自己的权力 他唯一能够运用的 在他脑海里面能够 取之急用的 就是所谓的毛泽东思想 或者是无产阶级思想 无产阶级翻身做主人 这是不对的 应该所有的人们都是主人 即使他是犯罪 他也有图标准 所以这个就是 大家要注意 我们去心愿他 同时我们要向他们讲解 向他们传书 西方的 究竟是怎么运作的 真正的民主制 人民主权是怎么运作的 然后这个厕所墙革命 看见律师已经发了 那个刑事军流通知书了 就那个 那个搞这个厕所墙 在厕所上写字的 那位同道或者是 那位公民已经被抓捕了 希望大家一个是 关注他的命运 另外一个自己也可以写 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要写太多 而且不要透露在网上透露 你任何终绩 你可以通过这个 呃 gpg 就是那个邮件加密程序 加密发给我的邮箱里面 我在那个推特上写的也有 就那 HumanWrite 6 阿拉伯数字6 6 HumanWrite 没有s 就不是HumanWrite HumanWrite 因为那个HumanWrite 已经被别人注册了 所以然后就是 Ot gmail 你可以通过那个 你们可以在网上直接搜我这个 这个邮箱里面搜到 邮箱里面搜到我们的 TBG的公钥 就那个钥匙 公开的钥匙 然后你可以发给我 我再帮你发出去 然后就适应来PTP 维权 这个各地 PTP这次被打击的很多都是 算是中产阶级吧 名义上的中产阶级 所以输入高一点的 有些可能也是不易制裁 这共产党心上就是这样的 他先给你赚着 不易制裁 让你给他卖运 然后在他需要的时候 他再把你宰一刀 再弄回去 他们也都是有文化的人 也容易沟通 你看他们组织的86 北京维权 也是非常的非暴力 也是非常有组织性的 在和警察的抗争中 也是 他们的节奏分寸也都长得很好 没有给警察任何借口去动粗 所以大家要支持他们 另外一个就是 还是我们在网站上 以前也经常说过的一些组织方法 非暴力的 就暴力的 我不反对你 这是你的自由 但是你不要攻击非暴力了 因为目前来说 你暴力绝对干不过众位军队的 非暴力 而且你暴力一次被抓了 就是枪毙或者二十年 无期徒刑 那你就失败了 只要你失败就失败了 但是非暴力 只要我放弃 我就没有失败 然后人数达到一定的程度 当然我们也需要我们来宣传 就不和暴政合作 然后再宣传当地 只要你用民众基础 达到一定的程度 警察一般的 他是会坚决没有过政府的 但是军队他会保证中意 毕竟军队中 大多数是从底森来的当两年兵 他就要回家了 他不想警察去 一辈子公务员 很多警察也就是通过关系进去 现在很多真正的公安院校毕业的 他就当不了警察 因为没有关系 不像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毕业了 就是我们上学就有编制了 上学就在警民 毕业安排工作 分配工作 那时候叫分配工作 所以就大家也可以和这些人谈结起来 就是专业人士 大专院校里面 警官公安院校啊 这些毕业的 也可以和他们一起商量商量 所以对贸易抗争 大家都可以看我网站那些视频 文章啊 网站网址 我也会打到这个 比如打到视频下面 你只有有组织 都要经过培训才行 不然的话就个人 其实真正的是一盘散伤 你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要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怎么样有系统的组织的 怎么样 一些抗争策略 怎样有效的抗争 也能保全自己 然后来一个度 比如说你紧张拿棍子打我 可以自己自制的盾牌挡 但是我不撤退 你拿水炮冲我 我也用盾牌挡着脸 这样的重要部位 但是开枪绝对大家要撤了 牺牲生命就不值得 而且会造成恐惧 所以这些都有视频的文字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也可以在网站 相关文章下面留言 或者在推特 然后推特网址也会挡下去 你也可以直接在 但是YouTube下面留言 是不太明智的 你也可以直接跟 我前面提到的 通过GPG加密工具 跟我的邮箱地址发邮件 这个都是保密的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还是接着讲这个 政治制度吧 英国的很多人称它为 现代民主制度之母 其实这个称呼也有很多学者 尤其是现在 近年以来 很多学者持反对态度 他们认为这个 现代民主制度 是从文艺复兴以后才开始 的确是这样 因为就开始英国的虽然很早 它是1215年吧 我看一下 就那个大宪章 对1215年 那是只是贵族和国王 他们之间的冲突 然后就导致了 因为当时 议院是贵族院 就是现在参议院 就是当时贵族在里面的 他们要是议会主权 所以就是实际上 他们是把这个平民 是排除在外的 还有人称这个西纳为现代民主 或者为民主制度之母 其实也是不对的 西纳当然是相当于 现在共产党的统治 统治模式 他们也是这个共和制 少数人的共和制 当然西纳的经济发展 主要是靠奴隶 从各个国家 包括战俘啊 弄去的奴隶 促进了他们西纳经济极大的发展 但是后呢 因为不停的奴隶起义 所以西纳也慢慢衰落了 民主制也就被独裁制取消 所以大家 因为当时就是什么呢 这个民主制啊 它是建立在别人的剥削制度之上的 现在很多西方国家 包括像意大利 意大利西班牙这样的难国家 国家那么难那么腐败 他们也能是民主制 人民也想要有很高的福利 他们就是这个 建立在对穷苦国家的剥削之上 你看包括我们德国 也是间接的享受这个利益 你看我们买的菜非常便宜 一只鸡两块多钱 两点多欧 三点多公斤 肉啊菜啊 都很便宜 所以这个菜为什么这么便宜的 你像西瓜 才九毛九一斤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 跟中国比是不是便宜 中国西瓜不知道 几毛或者几块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九毛九肯定是很便宜的 包括黄瓜什么都不贵 这是为什么呢 你像这边菜市场大多 是不是 你像我去西班牙旅游的时候 我看朋友 我还专门带了一个袋子 这个柑橘 我说哎呀 我从德国带的柑橘来 他看都不看 他肯定是西班牙生产的 德国生产的东西太贵了 结果一看果然产地是西班牙 这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非洲的很多难民 他偷渡了 他从那海里面过去 然后就在那个 给西班牙人打工 给农民打工 起码农庄主 都是 也很多土地 这些人 他们也不给他们提供住宿 他们住哪 他就自己随便弄那个石面瓦呀 石头啊 大的窝棚就住那里 这个北京那些访民 比他们还惨 所以就 不知道有些非洲国家是多么的穷 他们连被子都没 而且很热 也不需要被子 当然热也太热了 去年 前年 最高温度达到52度 很多人在那边 种那个 橄榄树 一种方圆几千 几千 几千乒乓米 都是一家的 有的朋友在那边 西班牙也很多穷人 他买不起房子 盖不起房子 他就在跟我们的陕西窑洞 那样的 掏洞也住进去 有个朋友的朋友 就那样住 我觉得他也挺美的 但是西班牙人 耐不住寂寞 他们都不愿意 哎呀 他就两个男女朋友吧 在那住着 多难受啊 那么远 没人 实际上他们 他就在高速公路边 他们想进城也容易 但是西班牙人 他都是爱热了 所以他觉得受不了 其实很适合中国人 建议有条件的 那对也很便宜 我听说他好像几百欧元 几千欧元 就把那天地买下来 建房子也没用多少钱 也自己挖的 所以还电也便宜 农业用电 所以大家就 而政府对农业是有补提的 这个保育的这个光啊 他正好那个窗帘 用这边是西晒 前些天天热 我这边待不住西晒 下午在这做视频没办法 太热了 所以我在另外一个小方面 虽然更热 但是没有太阳晒还好一点 这个虽然把窗帘拿下来 正好在中间那个穿线的那样 太阳光正好透过那一串 佛珠样子照在脸上 所以看见有些光线 有些变形 这样是不是好气 这样好气 不知道声音怎么样 声音需要一点 大家开大一点 就是 很多就非洲人给他们打工 你像夫妻脸 或者是两口子 男女朋友照顾那么多树 他照顾不过来啊 非洲人 一天才五六元是多少 我听他们说很便宜 所以西班牙能维持这个很高的福利制度 比德国还高 但是如果所有的国家 为什么他们也不愿意有些国家发达去 你像欧洲国家如果都民主了 这个应该说应该是发达国家的责任 去给他们进行普及的 很多国家是欧洲 非洲国家 还有小村庄里面有国王 你看那嘎啦 他们 竟然嘎那人跟我说 哎呀 我们是一个很多年就是民主大的国家 很自豪 然后我突然问你 还有没有国王 还看愣着呢 很多啊 他说很多啊 很多村庄都有国王 很有意思啊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 那个人还是 很有意思 他是一个部落的国王 那个部落跨两个国家 所以他的成名有两个国家 这是这个国家体制有没有意思 现在印度还有点像 印度也是这个民主制和这个传统的部落制 他们部落法律还起作用 讲了我讲印度会讲到的 虽然他的现代制也是继承子叫什么英联邦的 很有意思 所以你要是如果把这些人都传授科学知识 他们都知道这个现代社会科学和叫什么自然科学 他也成为像欧洲美国一样发达的国家的 这些国家的这些既得利益者 或者农场统啊 这些接受黑工的人呢 他就享受不到那种叫什么什么福利 血害福利 也就是人性呢 就是贪婪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虽然他也可能做善事 但是做给别人看 就是希腊 他当年就像中国 他就有点相当于中国的这个制度 中国现在就是靠十几亿奴隶 所谓的农民工 包括城市平民 对他们的残酷剥削 没有任何福利保障 也没有医疗保险 也没有失业保险 你手脚切掉了也不管你 工厂不赔你 你就没办法 有良心的工厂就赔你一点钱 以后怎么生存的 没有脑洞能力的 所以就 共产党的 中国的发展 现在就是靠这个 对中国人的剥削 非共产党员的人的剥削 所以大家要有信心 迟早会垮的 因为他无法违继 人民 现在的年轻人 他起码 共产党也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尽量砸脚铁 你看我们上学都在学过 即使在小学里面 小学也有个政治思想课 叫什么 思想品德 还是叫什么 也在讲人人生而平等 所以他虽然说 你要服从共产党 我们共产党是代表人人生而 代表所有人民 或者代表统治 公民结界 你所有人就是平等 其实这就给大家 种下了一个种子 大家一旦 一旦觉得自己 被剥削的太厉害 他就会运用这个武器 这已经带到心里生根了 所以大家不要失望 但是这是对少数 五毛说的 五毛老在散播 悲观失望情绪 说这个中国人不可能民主 不可能自由 共产党不可能靠他 或者短时间内 这就是没有根据的 也不符合人性的 人他只要知道了 就是孔父子当年 为什么说这个 民可死之之 不可死由之的 就是只要当老百姓 只能让老百姓知道 怎么去做 但是你不要告诉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知道了 让他去中军 就是为了维护统治 维护稳定 维护统治 接着利益 他就不愿意了 所以就是 现在人们都知道了 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宣传 你看我们就十几年来 十几年前就开始 我们那时候在广告 劳工服务社 天天在街上发传单 影响了很多人 其实我们把我们联系方式 给他们 当时QQ 我在国内 QQ 群还是很流行的事 经常有不同的人 因为我们的传单 会被他们保存 被他们传播 加入我们QQ群 咨询 所以这个大家都是 大家也要去做这样 相应的工作 你可以向你周围的人 发一些这个 联合国的人权公约 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 什么经济文化权利公约 这些 大家都可以去宣传 就包括我们宪法中 对人的权利的规定 你像这个真正的权利 不是宪法给你的 这是人生而就有 宪法只是限制政府的权利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 你把宪法中这些 人人享有的权利 都告诉他们 而且打印这些也不违法 你看没事 你上逛商场 星期六星期天 或者下班了 城管了 警察下班了 你得发给大家 因为这完全不违法 就是有人要问 你说我就是看这个 工人被工厂组欺骗 我打抱不平 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 我有权利 有维护权利的义务 有宣传法律的义务 所以这个大家不要怕 你别什么事 就先自己把自己吓出来 这么没有心力 佛教所说的心力不足 勇气不足 这样怎么维护自己的权利的 你如果自己力量不够 勇气不够 你就要宣传更多的人吧 人在集体中间 是会有一种 叫什么 集体勇气的 有一种群体的一份子 不是我一个人 所以这大家会 对大家是一个促进 这前面就讲了这么多 然后我们就继续来讲 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 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 当年是 什么呀 文艺复兴 就是那个什么 孟德斯鳩啊 什么杨洛克啊 他们这个 包括这个摩梭啊 他们这个天赋人权的 这些观念真正的发展 包括美国前面 我们讲美国 真的之后也也讲过了 美国立法的时候 就建议 制限的时候 也是继承了 他们这些思想 就自然法 概念下的 人人平等 就不是神选下的 你像这个英国 他也被 包括古希纳 他们也是信心 英国到1215年 那个大宪章颁布的时候 包括大宪章颁布 也只是为了这个保障 这个为了分权给贵族 从国王那里分过去 从独裁变成这个 少数人的共和 所以这个就是 宗教并不能保障人自由 你当年从耶稣 是两千多年前 就开始宣传 基督教人人拼准 也不像这个古旧约那样 就是什么 旧约其实也讲了 人民人平等 但是他只是 犹太人内部的 然后耶稣那时候 就叫原谅罪人 原谅罪人 人人有罪 但是这个你看 一直到1215年 是一千多年 基督教传到 英国去也有将近一千年 所以你看就是 他们并没有制定一个 人人平等 人人享有主权的制度 所以就是 就我要劝那些 说是什么 要基督教 人人信到基督教 中国才能民主 但是你是在维护 自己的个人司令 如果你现在 得到授权的 成了神的臣民 你就可以享受 享受这个特权 这是不应该的 包括王毅 现在我还要 又要提这个事 他现在还没有救 包括于杰 都是自称基督徒的 还传教的 你像王毅 王毅就没有真正的 为这个陷害 或者排挤郭飞雄 在白宫和布什 见面的这个事件 进行道歉 他就是基督徒 来一个解释 为了神的国度 我们应该这样做 防止我们的基督教传播 受到这个民运 维权运动的影响 让共产党增加 对我们的敌意 你一个方面 这是自私 另外一方面 你没有认清 共产党的本质 你任何东西 任何团体 包括不管你是宗教 你再说的好 你哪怕你是佛教 你发展的程度 你像这个脑中佛学院 佛教应该是很 和平的宗教 讲究这个科技 讲究不与他人为敌 你看他照样 照样把他们就拆了 烧了 所以就是 我要批评一下这些人 你们是在渔民 也不知道你们是 为共产党这样说的 工作而这样说的 还是出于你们自己的私立考虑 所以我要批评一下 民主运动 民主变革的主体是人民 而不是宗教 如果你把这个 人民列入了宗教的对面 甚至称他们为 多数人的暴政 什么群忙 暴民 这就是错误 所以我们现在接着讲吧 就是 英国的宪法 英国的制度 他叫威斯敏斯特模式 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王公叫威斯敏斯特 威斯敏斯特也有意思 他们英国的王室 是当年从德国的汉诺威公爵 汉诺威是被 柏林的 什么宝 我一下忘记了 不是新墩宝 就那个 柏林很有名的门 门上有骑马的 那个叫什么宝 我一下忘记了 被他打败了 就逃亡到英国去了 但是因为他有王室 这个 王室基因 他是非常远的 这个继承人 但是因为 当时也是这个 权力队争吧 或者什么 反正就 他就得到这个王位了 但是他是很明显的 德国姓 你知道这个近代 他们才改成这个 改成姓威斯 英国王室 改成姓威斯敏斯特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 为什么英国王室 里面很多这个黑头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因为德国人也是 金方 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的 估计 这个要考证一下 估计别的 他们当时王族 也分得很广 亲戚包括分到 这个 布达佩斯 西班牙 当然都属于他 这个 大王室的后代 就是当时的 他们整个欧洲 当时都是联姻的 各个王室人 所以也经常生白痴 你们近亲结婚 包括这个 唐兄妹都可以结婚 表兄妹都可以结婚 或者熟知 都可以结婚 所以这个就是 称为威斯特 敏斯特系统 就是他们的王宫的名字 然后就是标志 他是议会主权 而不是人民主权 这个我前面讲 这个美国的政治制度 也讲过 为什么呢 他就是议会 是有绝对权力的 公民的 公民 全民公投 是没有 没有约束意义的 这个议会 而且你最高法院 他们没有宪法法院 宪法法院 你不能判决 议会之间的法律 违法 只有议会自己能够 所以他们以前 才改革不久 以前议会里面 有一个 Nor Lord Nor就是主 就是有些人 祷告 就是My Lord 耶稣 我的主 或者是 耶和华 就是上帝 我的主 My Lord 这也是当年 也是当年的传统 因为当时 普通人是 臣服于这个 林主 这就是Nor Lord 因为他们当时 是参与院 当时古代的时候 或者也不算古代的 也是在 1215年以后 就是他们这些 掌管这个 法律的这些 林主 所以叫Nor Lord 他们是主权 他们决定 他们是最高法院 上诉 但是现在后来 分处 到对面 办公去了 然后这个 这是议会主权 主要是因为这个 1688年到89年的 光荣革命 这个后面会提到 然后权力法案 这也会提到的 他们就制定了权力法 就是自由选举权 严论自由权 就是税权 就无代表 不纳税 这也是当年 工商业主 他们的革命 争取来的 然后绝对的君主制 和天主教的统治 的结束 就斯图亚特 斯图亚特的统治 就结束了 当时还没有民主 知道吧 当时还是这个 贵族统治 就克劳威尔的 十年共和制 在其死亡后结束 因为这个克劳威尔 他有点像 这个共产党的 这个革命 就是掌权以后 杀一切 就导致这个国内 明目撩身 人心惶惶 所以就遭他反扑 然后就 新王室 就应议会邀请 他们是当时觉得 这个要维持 当然还是这个 人们 因为贵族 他不邀请一个王室 作为统一的共主的话 就有可能被这个平民 就革命推翻了 然后处理这个统治 小集团利益的需要 就又把这个 把来自奥兰治的威廉三世 就请回去登基了 然后根据这个 阿尔波特迪西的说法 议会主权是宪法的权威 1885年 他提出来的 然后在所有的形势上 就是好谷辟 好谷互比 复谷 就是 英国宪法的假象 就是权力的一部分 就是 这是其生命和成长的 真正来源 这个命名的力量 是绝对的权能 就是议会主权 就是他说 这个议会是 议会的权力 是绝对权力的一部分 并不是人民的权力 没有任何制定法律 或取要任何法律的权力 就是 而且英国法律不承认任何人和机构有权超越或撤销议会立法 就是说王氏没有任何制定或取要法律的权力 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巴尔特巴格德 在那个英国宪法里面写的 不 这个一本书 论英国宪法1867年 就是如果两院当中那个时候有 叫什么 大线 叫光荣革命会已经有到下院了 就工商业主 代表工商业主的利益 如果两院一致 给他一个签署 给他一个决定 就是法令 他也必须签署 自己的死刑执行令 就是这个国王啊 这是 这是 实际上这是一种惯例 就是议会 两院同样的国王必须签署 但是实际上法律规定是 国王其实是有权利拒绝签署 在历史上只出现国业四 因为国王是得到其他的一些势力的支持 所以他就拒绝了议会的法律 当然其实历史上只出现国业四 现在如果再出现这个情况 就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他法律上的确是这样规定的 但是惯例是国王必须通知 但是我认为如果真出现这个情况 以后有可能废除王室 王室所以现在也是为了自己的家族小司令 什么都不干 天天一年享受国家税收几千万英镑 也不会去冒这个风险 所以他什么 两院通过什么 他牵着什么 然后就是问题 就是当年有个这个辉戈党 辉戈党就是 前面讲美国的这个 这个议会 党派代表的时候提到过 美国的党派是平民代表 它去掉贵族元素了 那辉戈党他就是当年贵族中那些保守派 这个大家可以查一查 光辉的会 这个资格的格 极格 考试极格那个格 辉戈党 所以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要求什么 要求 当然也是一种对极权的抗争 要求权力下放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与欧洲的融合 那也是英国的问题 英国遇到的问题 包括这样的问题 英国退出欧盟 这也是一个问题 英国人总是因为离大陆远 所以总是格格不入 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下 就大多数人不懂这个 欧盟的意义 对英国的重要意义 他们就攻投退出欧盟了 所以就是 现在欧洲就是 英国再要从欧盟获得这些利益 就很难了 每年英国其实 也从欧洲 从整个欧洲赚了不少 1989年 1932年 是议会政府 就经典议会 就是古典的议会 不是现在的 然后就是1832年 至1931年 是内阁政府 是内阁权力巨大 然后1931年的2010年 然后再来 就2010年到2015年 是不刨过在这个时期之内 然后在2015年 15年以后 就总理政府 就是 就权力先是从议会 转到内阁 然后又从内阁 转到总理一个人身上去 这就是你会看看 丘吉尔当年是大选独乱 那么首相的绝对专权 他们也提出过 这个总统制化的讨论 他们也要成立 这个改革为总统制 因为他的总理的权力 已经相当于总理的 相当于总统的 就相当于总统制的国家的权力了 然后总统制的 然后就英国的 英国政治的中性化 英国一直有这个 包括法国一直有这个 集权传统 所以他们的政治总是中性化的 又有他们这个小国 岛民的心态有关 然后2010年 2015年是联合政府 就保守派和自由派 联合在一起 这样你保守派和自由派 本来有很大的冲突 这样你首相如果想专权 就很难的 那另一派就会反对你了 然后联盟伙伴 他们之间 联盟伙伴之间也有政治竞争 然后就要谈到这个宪法 英国的宪法很有特色 前面提到过这个 威斯敏斯特模式 那就是以法律为标准 然后就是 1215年大宪章 就是国王特权被限制 被解释为受法律约束的统治权 就是贵族要限制国王特权 因为当时国王有些 无作非为了 然后1628年的 权力请愿书 就是税收去进议会批准 任何自由公民 不得被无理的投入监狱 为得房主同意 士兵不得进入留宿 这就是 这个 自由民 就不包括这个 叫什么 故隆 叫什么 农奴 农奴 就是他们就 没有自由 他们就有点像 美国当年的奴隶 就是你欠债 欠到还不起 你就要卖身 卖给这个债主 干多少年的活 当多少年的奴隶 实际上 很多人对英国农奴 没有这样解释 实际上就是这样 那就是奴隶制 只不过美国 这方面后来 因为这个 黑奴 黑奴 它因为是另外一个 肤色 也受到迫害 特别严重 生命权 就没法得到保障 所以就是 太对比 太强烈 所以对大家 这个强调了 这英国当年的 这个农奴 也是没有任何权力 这些自由民 就是包括这个 工商业主 他们就为了争取 属于自己的权力 公民权 然后1679年 你看他们从1628年 请愿书 就包括这个 自由民 不得无任何理由 被投入监狱 一直到过了51年以后 1679年的人身保护 法令颁布 就防止任意待遇 就是这么多年 就是说这个 任何抗争 就需要很长的时间 当然当年它是 跟现在不同 现在抗争 你想 共产党同志 中国也很多年 超过51年 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 再一个51年 或者一个70年 因为这个 怎么说呢 现在国际环境变了 当年英国的自由民 是自己在抗争 没有别国的支援 像现在中国 就是共产党的 统治天怒人员 包括这个国外的 很多 流亡国外的 民主运动人士 权力运动人士 包括很多这个 主要帮中国人民 抗争的 是很多人权团体 各国政府反而少 各国政府考虑的 更多的是 他们选举利益 他们给本国公民 能得到 争取到更多的 经济利益 他们就和更多的 别的方面的便利 他们就能够 更容易赢得选票 所以大家不要 对别国政府 抱有太大的希望 默克尔政府 虽然是很有良心的 但是他有个经济挂衰 他们是在满足 经济的前提下 顺带就是不放弃 一些人权上的努力 一个也是做给显明看 第二个也是 毕竟是他们的原则 包括营救 牛侠 他们没有放弃 如果不是 各个人权团体 努力 我估计 德国政府也不会这么 这么 叫什么 这么投入的 去营救牛侠 然后就是 然而啊 就是虽然 经过这么多的抗争 然而就是 法律的约束 并不限制 议会主权保障的 宪法的凝活性 凝活性 皇家的特权的 重要领域得到保障 你像这个 例如提名总理 这是皇室的 王室的权力 然后地界国家条约 还有就是 布局官僚机构的组织安排 或者做出军事行动决定 像这个出兵伊拉克 这个就还是不彻底 然后宪法 就是协议与改革的追求 协议就是妥协 就形成这个 叫什么 大家经常提到的 这叫什么 契约精神 形成契约 然后当然大家也有 不同力量 包括公民 他们对这个改革的追求 抗争 然后三权交割 参议院的大法官 同时负责司法部长 及参议院主席 这也是 交割在一起 然后就是 议长的座位 他们以他称为这个 Vorsack 这其实这也是一个 跟德语同源的词 就是羊毛 羊毛坐垫的席位 他们称为 Vorsack 然后就是 议长的席位 因为是个羊毛坐垫的席位 然后就是立法权 然后这个司法部长 他也是行政权 然后还担任这个 法律主任一职 这个也是司法权 然后改革是 是2006年以来才改革 就增加了参议院 一掌一职 尽由民主选举产生 就不是以前的 参议院大法官了 然后2009年 参议院的司法部呢 我前面提到过这个 Law Lords 参议院大法官 移交给最高法院 就是不在参议院里面 然后就是 此举说 彻底的贯彻 贯彻立法与司法权的分离 大法官不再单独 负责任命法官 以前的大法官 他可以单独任命法官 这就是 成为道理的专权 然后因着 通吃的选举制度 就我在英国的 选举制度中提到过 这个 你只要得到51% 那整个选区都是你的 这个就是在 那个选举人制度 包括川普和 当年布什 为什么就是 他们最终当了总理 当了总统 而且大法院判这个 大法 最高法院判这个 川普赢 布什赢的 就因为他们有 这个操弹的法律规定 然后理论基础 就熊彼得 前面也提到过 就民主理念 竞争民主理念 就是你有竞争 才能真正的 为这个选民服务 然后 就选票堡垒 就是 Horberg 就是德语的说法 也叫 铁杆选民的行程 他们就采取 战术式进选 因为你在一个区域 你像大家经常在 这个可以用在美国 我们毕竟这个 了解到美国的 这个选举制度多一些 这个是什么呢 现在光线应该好些 光线好些 声音应该大一些 太阳不直射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 你像那个 经常看的选举说 哪个州哪一个州 是谁的这个铁杆 是堡垒 就是他是稳得的 这就因为他在那边 能得到至少51选 51的选项 这就是很不公平的 最后呢 这很多国家 就引入了这个 比例代表 是 你知道你只要 现在51% 然后49%的人 在那个选区 就没有代表 这个是很不公平的 然后改革 然后选举制度的多元化 就民族选举人名单 他只是在欧盟 整个欧盟选举人 使用 就是英格兰九个选区 苏格兰一个 威尔市一个 就每个选区的 欧洲议会代表 人数不同 就这 他们直接送代表 直接进欧盟 就不是说 全国范围内的统一了 这样就能够代表 各个民族的利益 然后最多的11个 北爱尔兰三个 北爱尔兰就非常小 整个爱尔兰 其实都不到 那北爱尔兰就一小块 因为他们是坚持信 那个 英国的国教 新教 他们属于新教分子 虽然当年破坏清教头 也很严重 但是南方的这个 爱尔兰 他们就信天主教 他们也知道 最近才废除 那个禁止堕胎法 也很多姑娘 因为怀孕 就禁止打胎 死掉了 太小了 被强奸了 什么的 如意外怀孕 天主教 我就得批评 就是很没人性的 任何宗教 都是为了维护当时的统治的 你真正的 真正的自由的宗教 就是 就是 原始佛教 他们就不屈从任何政府 也不宣扬什么 服从政府统治啊 或者什么 服从长官啊 什么的 也不搞什么 等级制 就是自由的 所有的出家人 都是平等的 你看我当年在 普陀山 皈依的时候 那个 老和尚就说 什么师父徒弟 没有 这个只要你 皈依佛门啊 都是师兄弟 释迦牟尼 是我们的老师 剩下的都是 那个 师兄弟 我只不过说 学得比你早 我把这些知识 转授给你而已 就包括那授戒师 他也只是 就向你传 传这个戒律 告诉你这些戒律 就并监督你 去实行这些戒律 他并不是你的师父 师父只有一个 释迦牟尼 所以这就很平等的 当然 基督教也这样说 说 真正的 救助 只有耶稣一个 但是这个就 从神学上说 我们就不深入讨论 应该人和神之间 是没有戒指的 耶稣不可能 所以这大家 后来这个 罗马教廷 为他解决这个矛盾 就是人和神之间 不没有这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媒介的 所以他们就造成了 根据这个当年 罗马的本地的宗教 三维一体 他们那三维一体的神 是女神 是一个女的 移植到耶稣身上去了 就是他既是神 又是神的儿子 又是圣灵 这个 这个 你要让 基督徒给你解释 他也解释不清楚 最后就来一句 这个你不需要理解 知道就行了 或者是你 到一定程度才能理解 这个 包括佛教一些 最后看到中国 也变味了 有些东西 你问到最后 答不出来 就说 你当年佛教禅宗的寺院 也很严格 你犯教犯到一阵 犯戒犯的 他可以把你胳膊剁掉 这就很残忍的 也是你问到一定程度 禅宗 问到一阵 就叫你 去参悟 误了 你就知道了 包括这个 终极真理 人是从哪里来的 宇宙是怎么产生的 你包括现在 虽然有的大爆炸 科学才是解决 宇宙真相的唯一的途径 因为佛教禅宗 虽然告诉你 佛教虽然告诉你 世界是这样的 这是推论出的 你没法 没法给你讲明白 但宇宙大爆炸 你一听就明白 除非你是非常愚笨 你无法理解 普通人就能明白 但是那个基点是怎么产生的 为什么会产生的 宇宙大爆炸 现在科学还没有解释出 佛教说是英文人的忘念 新潮起步 这个宇宙就是一颗心 或者一个念头 新潮起步 忘念多了 胡思乃想到一定程度的 就爆炸了 产生了这个虚拟的万物 就像你睡觉安宾的时候 没事 你睡梦多了 你在梦中 你看我这几天 事比较多 念功夫 念得比较内 晚上就做梦 就老是跟那个 黑恶势力打架 搏斗 梦中就踢墙 就把自己踢起来 这就是一样 这个宇宙也是一颗心 他的私心妄想 胡思乃想太多了 就碰就产生一个宇宙了 实际上就是梦境产生了 产生了宇宙大爆炸 就是题外话 就是说是这个 然后就是 爱尔南呢 就是也一直很 很保守的天主教 但是随着新一代人 新一代人的产生 互联网的产生 爱尔南也在改 年轻人就很痛恨那种 吃人的宗教 传统 然后就是 北爱尔南三个 由单一可转于选举制产生 这就是爱尔南现在实行的 这个选举制 单一可转于选举 就是大家只选一次 但是他有这个 叫什么 我汉语怎么说 就是有顺序 你第一选举人 第二选举人 第三选举人 我第一选举人写了谁 然后就是 这个人呢 就在第一轮 如果他第一轮得到了 超过了一半的选票 他就直接当选 如果没有 大家就转移到第二轮 这倒是会详细讲的 就是这些票可转移 如果你这个 而且你这个 你即使在你那个党派里 有一个数选人 他失败了 在第一轮失败了 他被淘汰了 但他的选票可转移到第二轮上去 就是不是不作废 因为他是 他代表他那个党派 所以就是大家 这个会计算很复杂 也不是太复杂 就是数学 小学就会的数学 那到时候 我给大家讲一下 很多国家不愿意实行 这个选举制度 说是 因为这个选举制度 很公平 这个 各党派没法 他从中余力 从中搞什么专权 或是私利 所以很多国家不愿意实行 那他反而说是 因为这个制度太复杂 不利于选民地去 掌握 其实你只要给大家 就培训一下 你就给他一天的时间 给他付工资 让他到政府接受培训 很简单 没什么大物料的 税也是从人类身上出的 你甚至可以修一个 那个选举课程培训税 还是杨茂出在人身上 杨身上 这个工资收入少的 就不知道交这个税 或者你可以让大公司 公司替他的这个员工 出这个税 都可以的 然后再从他这个 总税收入中 冲底 反正就保证公平 都可以做到 权力要把大家争取 就是现在很 很发达的民主制度 什么德国 美国也有很多 叫什么 特权阶级 他们的专权 或者这个谋私的现象 精英所谓的精英 他们是真正的精英 真正的精英 他们是聪明人 不像中国的 就是靠枪杆子 那些牛蒙恶棍 那些文盲 李小林 那么奠基原理 都不懂的 然后我们 初中高中就学过的 他竟然不懂 你说有什么办法 估计就是笨的 没办法的 不然也不会做出 那么多恶心的蠢事 还要设置什么道德 当然 这是智商积积的人 才会说出来的话 所以中国就是 你不要 大家不要 我还是那句话 不要灰心失望 那么多聪明人 被一群 蠢蛋捅着 你还没办法 把他推翻 是不是 昆明你也是个笨蛋 你也愿意在这个 提着下 给他们这个 你当 给他们当一条五毛狗 坐在桌子下面 等他们扔下 吃不吃到的骨头 所以就是 大家要有信心 然后就AMS 苏格兰威尔斯 北二南 以苏格兰市政级地方选举实行 单于可选 单于可转换选举制 就是这个 到后面会讲 什么叫AMS 然后自2010年 至2015年选举期间以来 实行固定选举期间 以前是不固定的 用欧盟的选举是固定的 然后就在 已经45分钟了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以后我们再慢慢讲 英国的制度非常重要 因为它影响 现在这个 它欧联邦 当然英联邦 所谓是不落地国 那些国家都从那 受到它或多或少的影响 包括澳大利亚 新西兰 印度 还有这个 欧洲的 非洲的一些国家 就美洲我们就不说了 美国都受到影响 今天就先讲到这 祝大家一切顺利 我们早日获得民主自由 拜拜